离岸风电临选结果出炉 外伤成为大赢家 我们台厂中钢台电也要升为大黑马 反斗是原本信心满满的上尾投控 得标但是成果不如预期 所以影响到今天的股价跳空跌停 其他落榜的厂商股价也几乎都下跌 今天风电股跌成一片 难道这个政策牛肉话题准备退销了吗 那重点是接下来有哪些产业能够掀起新热潮 有专家说内需股正在蠢蠢欲动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在风力发电的概念股 真的是脸色很难看 世纪钢 中钢购 上尾投控 今天都打到了跌停板 就算没有打到跌停的个股 您看到像是亚利 华晨 利奇 永贯等 跌幅都超过了半根停板以上 得标是好事情 为什么股价不反应呢 利多实践还是因为它得标不如预期 比如说像是上尾 上尾投控得标的状况似乎有一些失望性的卖压 那在这里风力发电的政策利多出尽的情况之下 谁能够成为接下来的焦点 我们就来看一下现在在台新投过的总座 这个李正宇李总经理他说了 现在焦点可以看一下5加2产业 5加2产业会成为台湾今年最大的内需引擎 先来看一下到底什么叫做5加2 因为像是现在政府所提出来 物联网 生计医疗 绿能科技 智慧机械 还有国防产业 这5个产业加总起来就是所谓的5 另外的2谈到的就是所谓经济方面的循环议题 比如说像新农业 像是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的意思就是说透过重新设计产品 还有商业模式能够促进更好的资源使用效率 消除废弃品或者是避免环境污染 这个叫做循环经济 所以有5大产业有2种经济模式 这就是接下来蔡英文蔡英政府要推的5加2产业 我们要从这5加2的产业脉络来看了 因为你看到比如说像是物联网 像是生计 像是绿能 或者是智慧机械啦 这些工具机啦 或者是像是机械手备等等 有没有发现这4个产业 其实在盘面当中都已经涨过一波了 所以接下来有可能是由国防产业来带动新主流的成型吗 所以今天在盘面当中新主流浮现上来了 就是所谓的国防航态 国防航态又有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所谓的国舰国照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国机国照 国舰 舰代表的就是船 那机呢代表的就是飞机 海上在行驶的船还有天空在飞的飞机 所以如果在台湾制造的这些厂商来讲 有可能就是政府力推的内需产业当中受惠的厂商 像是台船 在手的订单就已经超过了3000亿元 而在飞机的部分看到了航态的 汉翔 成田 千富 荣钢 跟风达科等等 这些就是在盘面当中内需产业 接下来有可能能够来留意的重点 感谢观看